今天我们来简单讲解一下 癌症治疗中和治疗后的口肝问题 癌症各种治疗,例如化学治疗或者放射治疗 都会有机会令患者有口肝的副作用 可能有不少人以为是正常的反应 接下来,让我讲解一下由癌症治疗引起的口肝有什么特征和处理方法 化疗或者变疗都有机会引致口水分泌改变 对口肝造成一连串的影响 当口水的量变少以及质地变得更粘的时候 就会影响食物没有办法和口水充分混合 当食屯变得干燥的时候,吞腌就会变得更困难 另外,由于口水兼负抑抑抑抑口肝细菌生长的角色 当口水量减少的时候,口肝内的细菌就会增加 食物的残渣或者含糖的食物 就会很容易被细菌转化成一些酸性的物质 从而侵蝕我们牙齿的发狼质 令到蛀牙恶化 病人的口肝也会因为这样而产生异味 口肝虽然不算是什么大毛病 但是会对患者造成一个很大的困扰 如果化疗的时候口肝可以怎样算好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 如何面对口肝这个常见的副作用 如果你的口肝是由处方药物造成 你的医生可能要重新评估你现在服用的药物种类 从而去减少或者调整剂量 你可以购买一些人工退役泡沫剂 来帮助滋润口肝和增加退役量 你的医生亦都可能会处方一些药物给你 来刺激退役腺分泌口水 居家护理可以做的是 每日至少用含糊的牙膏和用软毛的牙刷 轻轻拆牙两次 并且使用牙线 进食的时候可以饮水或不含糖的饮品 食无糖的薄荷糖或咀酌香口胶 来刺激退役的流动 还有尽量不要用口呼吸 如果你有口干的情况 可以咨询医护人员或牙科专业人士 他们会了解你现在服用的药物 以及你的饮食习惯 从而可以帮他们做出一个严整的诊断 其实很简单 只要记下以下四大重点 第一,补充水分 一日起码要喝八杯水 大概是两公升左右 还有建议随身带给一个暖水壶 第二,口腔卫生 建议在吃饭之后用瘦口水瘦口 瘦口水可以自行制作 用一公升的水加一汤匙的盐 或者小梳打粉制作而成 当退役分泌减少的时候 口腔很容易受到感染 这个时候特别要注意口腔清洁的卫生 吸烟、饮酒都会加重口干的症状 所以患者应该戒烟和戒酒 第三,饮食要调整 避免一些刺激的食物 患者可以选用柠檬汁、酸梅汤、华梅等酸性物质 来刺激退役的分泌 通过自身分泌的退役来减轻口肝 洩醋的症状 如果这个时候患者同时有口腔溃扬 那就不可以用酸性食物的方法了 以免加重病情 用餐的时候可以小小的喝一些湯或水 代替退役,帮助吞烟 平常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些质地较软、较小 容易吞烟的点心 例如布丁、果冻、蒸蛋等等 平常我们可以用西瓜、土、车梨子、蹄子等水果 切成丁状放在冰箱里面 在两餐之间的时候 被患者含在口里面或嘴咀 这个方法也可以减轻口肝这个症状 除了饮食要调整之外 患者的味蕾都会变得敏感 一些辛辣、浓味的食物 会容易令患者觉得不舒服 所以辣椒、胡椒、姜、葱、蒜等等 这些食物都应该尽量避免 由于患者口肝腻膜的感觉会变得迟钝 太坚硬或粗糙的食物 也会容易磨擦口肝腻膜 造成小伤口或者溃养 这些食物都应该尽量避免 第四,适量锻炼 一些颈部的锻炼可以增强患者的颈部肌肉 可以帮助患者吞烟、发音 可以增强他们的抵抗能力 缓解副作用 患者的口肝情况也会得到舒缓 大家好,我叫秀群 我是鼻影癌的康复者 上当年我经历过头颈的电疗 其实电疗之后都影响我口肝很大的问题 比如吞咽困难、咀嚼、吃东西没有味道 甜鲜苦辣都分不到 严重的时候说话也很辛苦 对于这段时间 虽然我现在已经康复了 我差不多二十多年了 但我仍然都觉得是口肝的 但我平时都用不同的方法 去解决我的口肝问题 如果解决口肝问题 我一般会多喝点水 用盐水浪口 含蜜老汇 然后我每天吃不同的水果 比如西瓜、木瓜、雪梨、火龙果等 如果当初服务的时候 口肝会很干,咬不到 我会把它打烂成汁来喝 汤水方面就尽量清减一点 比如我用竹籽毛筋、红萝卜 马蹄煮水喝 然后就可以煮木瓜乳汤 西洋菜汤 这些都可以舒缓到口肝的问题 我有些东西就要介口 因为烧烤、铁板烤 还有煎炸的东西是很热的 吃了之后 令到我们的口更加干 除了我们解决口肝的问题之外 我都很注重牙齿卫生 我每一餐之后 我都会刷牙 用牙缝刷 瘦口水 还有最重要的是 用那个水牙线 这都可以帮助 另外我都定期去洗牙 外出的时候 遇到口肝 我们会带着人做口水 还有香口胶 就可以舒缓到口肝的问题 喷一下它 比如坐车也很方便 因为喝水就常常找洗手间 就不方便 以上的方法 都可以大大改善了口肝的问题 我都可以 大家都可以 大家加油 透过细心处理口肝 维持口肯卫生 调整生活形态 还有饮食习惯 患者的生活质素 就可以慢慢得到改善了 如果想了解多点的话 可以留纳我们 香港癌症基金会的网页 亦都欢迎你自电查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